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OK 好 那今天呢 是在卡梅拉的第一天啊 那我们现在呢 是在这边的战争博物馆 那如果是战争民的小伙伴呢 相信会很开心啊 战争博物馆的停车场很大很大 大家可以看啊 就是星期一至星期五是能停四个小时 周末呢 都是可以随便停的啊 所以说呢 还是跟大家说在这呢 周末来还是挺好的 大部分地呢 都是能免费停车啊 当然呢 也是看点它的那个停车的价格 昨天在喷泉那的时候呢 的确也不算太贵啊 就是一块多钱 当地后币嘛 一块多钱 好 我们现在呢 进发 澳大利亚战争博物馆 它的实践呢 是1941年开始建的 然后1945年开始开放啊 1945年开放 1971年全面竣工 面积11.3万平方米 四周环绕着12公顷的草坪 对 这棵大树 据说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算是一个景观吧 超大的两棵树 然后刚才也查了一下 然后这边的这个战争博物馆是免费的 是不收费的 然后呢 就是你进来你就随便参加 随便参观嘛 因为毕竟是一个反战的吧 让大家铭记战争的苦难 铭记战争的残酷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OK 好 这个呢 是一个海军的舰炮 然后一个这个重呢 17吨 17吨 然后1926 标签是1926 OK 好呢 这个呢 应该是它的正门了 应该是它的正门了 然后这样 这边呢 是正门 当然呢 我那个停车场啊 我车是停在那边 从这边走过来的 这边是它的正门 然后正对的 正对的就是国会大厦 应该就是国会大厦了 它应该是在中间的这条线这儿 其实从这看真的还挺好看 OK 那刚才是刚刚进门啊 然后呢 如果你要有包的话呢 你还是需要让人检查一下 然后要把袋子给封起来的 因为我没带包啊 就无所谓了 一进门呢 这边是有一个水池 然后最那边呢 最前面呢 是一个燃烧的 一直在燃烧的一个火盆啊 就是在战争中牺牲的一些人 那上面还有碟子啊 这个呢 你大家可以看到啊 最下面是朝鲜战争 1950年至1953年 应该是朝鲜战争 对50年是反战争了 然后呢 死了就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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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然后呢 一直到马兰 马兰燕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然后还有泰国 泰兰 泰国 然后各个 各个战争的人 那就是 刚才也 之前说了嘛 也是挺逗的 就是 你本都没有发生过战争 然后到处去打仗 还有小红花呢 我不知道是这块给 应该是他们的管给装饰的 我会看到这片墙都是红颜色的 然后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不在上面 应该是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在上面 但是刚才也看了啊 说一共是死了十万个人 我不知道这两面墙上的人名是不是有十万个 这个没有办法去 去数啊 这个是一个 就是纪念烈士的地方 对 纪念烈士的地方 好 我们 我们现在进到第一个馆啊 好叔叔 这个不是问题的吗 好叔叔 这个是纪念烈士的地方 好叔叔 这个是纪念烈士的地方 好叔叔 这个是纪念烈士的地方 好叔叔 我们咬住你的地方 好叔叔 这个是纪念烈士的地方 好叔叔 这个是纪念烈士的地方 好的呀 我们该能带一下 好叔叔叔 这个是纪念烈士的地方 来自纪念烈士的地方 好叔叔 什么要 där 这是 Aqui单位与小组 Accusér HER 格雨水 组设设计烈士的地方 这个一共是四种材质 这个呢是木头的材质 然后金属 然后石头 然后还有玻璃 金木水火土 上了一个阁楼上 这是有点像这个天门广场上的感觉 对 其实这里面呢 看了一下啊 就是感觉像是中国的人民英雄纪念馆 是有点那个意思啊 就是纪念因战争而死去的这些将领和士兵的 让大家永远纪念 就是不要再发生战争了 战争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好 这就是这个馆 我以为说话 我以为一进来呢 就能看见这么飞一大炮 会飞到后是在另外一个馆 请大家过去看一下 好 然后呢 从旁边进来的是一个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里面的一些食物 应该是一些食物 哦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块钱一个花 什么那些花还真的都是引众去寄上去的 还真的是为了就是发自内心的祭奠啊 这个应该是海军的军衔吧 应该是军衔 那下面是杀骨包的急救东西 袜子 这应该都是当时的东西 就是真的东西 应该不是仿制 吸食物 这个应该是一个炮栓 这个应该是一个炮栓 对 这是一艘航炮的炮栓 就是打开以后炮弹扔进去 然后这边撞针什么的 然后把炮弹给发射出去 他们这每一个都会有一个派的 然后让你去浏览 对 就是这里面所有的东西 大家看所有的东西都会有相应的简介 但是可惜这块就没有 早上也有中文 然后下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其实应该是好好的都看一看 但是时间有限 时间有限 OK好 我也尽可能的跟大家去讲解一下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把枪 这把枪 OK 这把枪是一个缴获的土耳其卯色步枪 然后7.65毫米的子弹 因为这边有 这边有翻译吗 因为它为什么会在这呢 是由德国茅塞兵工厂供货 然后1893式步枪发射了7.65毫米子弹 它说它翻译里还挺各色的 登陆时缴获的第一批步枪 由第一第十一营士兵缴获 对 这是我不是哪个 不知道什么战争的缴获的第一把枪 然后其实这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 所有东西其实在那个电脑上门 在这个拍子上门都是有相应的 中文的翻译的 大家比如说可以看 看到这个靴子吧 OK 好 这个靴子 然后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对 就在这里面 然后点进去 然后先进去中文 就会有 旁培的一只靴子 哦 这个靴子是子弹钻入 鞋子后留下的桥笔 什么受伤了以后 哦 大家可没有看到 那边那个有一个 有一个小的洞 就是这个小框 其实这个如果说喜欢 喜欢二战的这种二战品的话 真的可以在这玩一天 可以在这玩一天 它每一个 每一个展品 每一个展品 都是 就是有它的意思 而且毕竟说 都是有中文翻译的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哎 我对 这个挺感兴趣的 大家看没有 是有一个 OK OK 有一个炮一样东西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 然后可以找 找找找找 找 咦 站不着啊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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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制作的土耳其投弹器 毒松 榴弹器 榴弹发射器 这个是一个 大炮 炸 炸汤大炮 我没想到这里面这么大 我看到那个 进去以为 就是一个小小的展厅 然后上面有一个影像啊 然后再 让你感觉到 实际的 一个 场景的样子 他这博物馆弄的还真挺好的 他的这个散热其实就是他们的机枪的散热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水套一个水套 然后下面是呃一个循环水的这么一东西 然后这个机枪呢我机一个机枪班我印象中是这三个人操作的一个人搬下面这个架子然后一个人扛枪然后一个人拿水和弹药之类的 这些都是真实的东西 OK 然后我发现这边呢大部分是德制的武器都是德制武器 包括这些防毒面具啊 这些好多防毒面具 大家看看这个 这个 这是 给狗用的防毒面具 这叫 Dog Gas Mask OK 它这个里面真的是 特别大 我刚才是从什么英雄纪念碑那儿拐过来的 然后呢呃结果刚才那块呢全部都是一站的 前面这块是二站的展览馆 嗯 这是空站站的大厅 哦 木丝 木丝 仁星 终 bronίας 在 它这个是一个 一个模拟的东西 然后可以看一下当时的飞机舱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个零式战机 V173 Zero Fighter Mitsubishi A6 A6M2 三菱制造的零式战机 当时二战的时候 美国的是P51 P51这个是在太平洋战争上面的 非常重要的 两个飞机 因为最早的时候 美国的飞机 其实都不是零战的对手 然后直到出现了 P51 然后这是一个机面图 这是一个船 比如可能战舰的一个驾驶舱的一个模拟 当时的英国的飞机 大部分都是这种无奖的奖业 米格15 比斯米格15 米格15 比斯一直在后来一直到朝鲜战争的时候 都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喷气式战机 米格15 米格当然米格15是一个是苏制的 直到后晚期的时候 喷气式战机才出现 当然首先应用于喷气式战机的 还是要德国 德国最先发明了喷气式的飞机 米格15 我记得米格15在北京 好像也是有这种 一个在哪个公园里面也有一个模型 下面是它的机炮 这个就是P51 P51也是美国后期的飞机了 你还记得大家看定格 看珍珠港 珍珠港最后的飞机 就是那些在升级的飞机 就是P5要 当时的这种榴弹发射 没有什么制导的作用 就是发完以后就直着打 而且这种榴弹呢 大部分都是用于攻击 轰炸机来用的 不要说后来有什么这种赤岛的 这种这种飞弹 那会儿都是没有的 就像那会儿的这种水属飞弹 就像是放泡一样 放春天吼一样 这么一个东西 P51 OK 上面还有一大轰炸机 应该是 这好像可以上去的 可以上去 上去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雷达 这个是一个当时的雷达 对 这就是刚才的P51 在这儿看的会更清楚一点 刚才其实第一次进的是一个一站的馆 然后现在正式的进入二站的展厅来看一下 果然是二站的东西 看的就是新一些 之前是一站的东西 其实跑马的摩托车 当时德国的摩托车 都是宝马 包括说它的水平对峙的引擎 一直保留到现在 现在的宝马 总共会都是水平对峙的大量 38防空炮 2PM是220发 每分钟最多220发 这次是屏幕秧的公司 178并不是准写的 两个大量 2%到298并不是准写的 220毫 来 020毫 i 1%到298并不是准写的 1%到329斧 2%到338并不是准写的 1%到408并不是准写的 2%到708并不是准写的 2%到339厚 你这回惯 然后这个呢是轰炸机的一个自卫炮塔 其实想一想啊 当时的这些飞行员就坐在这个小空间里面 然后在飞机外面打别人飞机 也是爱打的一个爱打的目标之一 这边是一个小演播厅 让你在这一个飞机的模型里面 然后我现在踩的这个地板它还会震动 然后是一个全四地的体验 然后它这个讲的是在执行轰炸任务过程中的一些事情 然后我现在的脚底板是震的 它这个震动会依据你看的这个影片 因为它实际的这个飞机的飞行的频率 而是而而而去改变的一个东西 像现在已经变慢了啊 然后现在这个麻酥的感觉已经不是那么的厉害了 然后旁边的一些窗户呢 还是会有一些红的光啊 是用来模拟一些防护炮的感觉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里边是亮的 然后它下面是一个显示屏 然后那就是模拟真实的兵源 在打开下面的藏门的时候的一些景象 往前发现实施肯定 上去 倒下 将冬定 敌δ 敌 探检 DD 放火,把火拒绝到控制,但也太远了。 火把火拒绝到夜战的位置。 他从背后攻击,把火拒绝在火拒绝。 飞机员警告,把火拒绝执行。 这是缴获的一个日军的国旗。 绣章。这个绣章,不知道干嘛用呢? 现在已经迷路了。 上面也是一个飞行器。 这应该算是一个导弹。 它用的发动机叫做脉冲式的发动机。 我们现在见到了一个小屋子。 上面卷都是一个一个一个的相片。 刚才他们也是查了一下。 这是一个转移。 我上网查了,这个故事是很长的。 简单说,在一次战俘的转移。 我不知道是转移,还是说是一共死了1787个澳大利亚的士兵。 他们都是战俘。 然后还要从三大山,然后到拉脑。 然后呢,这些士兵,就是战俘呢, 就开始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一共是死了1870个人。 然后这边也是会写。 然后其实呢,如果说只是有这个数字的话。 其实大家,我就会觉得并不是说多么的什么。 问题是,大家看吧,每一个人的相片都在墙上。 每一个人都在墙上。 这就是活灵灵的1787个人就在这边墙上。 就比那些仅仅在墙上刻的名字的那种。 要更警醒一些吧,更警醒一些吧。 然后还是有一些人是没有照片的,只有编号。 看看只有编号,没有照片的。 哎呀,再次感觉到战争是非常可怕的事。 然后其实呢,也是查了一下啊。 刚才那些呢,在所有的,我们叫烈士吧。 我们叫烈士,所有的墙上的那些花都是英素花。 就是英文叫poppy嘛。 他也查了一下说为什么要用英素花去进行纪念啊。 然后呢,网上也是有相应的一些东西。 呃,是这样说的啊,是,呃,看到这篇新闻呢, 当然是,是新华市的一篇新闻。 呃,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30日发起抗议,发起倡议。 希望人们在汽车前面挂上英素花, 以纪念该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士兵。 那2018年呢,是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 然后澳大利亚呢,也有6.2万人士兵啊,在一战中死亡。 呃,说呢,那是一场改变我们命运的战争。 尼尔森希望人民在汽车上挂上英素花, 不仅是为了纪念阵亡的士兵, 也是为了那些曾经服役,或者正在服役的澳大利亚人。 他说为什么要用英素这种东西呢? 因为红字的英素花去看作,被看作的是叫缅怀之花。 在一战中,加拿大医生约翰·麦克雷目睹年轻战友牺牲后, 写下的叫做不朽战地诗篇啊,在富兰德斯战场, 诗中写道,在富兰德斯战场英素花随风飘荡。 呃,对,在英素花随风飘荡。 然后呢,佩戴纸质的英素花呢,来哀哀悼阵亡的军人啊, 他传统是由此而来的。 这个还是,一开始还真的是无知啦, 就是以为那个小花是可能这边的工作人员去装饰的。 然后,结果看到都是一块钱,当地货币一块钱一朵, 由这些游客,由这些游客, 然后呢,是一朵一朵,插在上面呢, 就为了纪念澳大利亚在一战中死去的这些人。 好,这又是这一个馆啊,现在呢,时间紧迫啊, 然后还有别的馆是可以看的。 我们现在呢,去看。 好,现在我们一步到外面了啊, 然后呢,里面走的腿都快细了。 然后外面呢,就是有几个现代的军事的一个设施啊, 这是一个坦克。 然后呢,是百夫长,百夫长坦克。 然后这边是一台营救车,应该是。 你看,这边写着呢, A Life Saving Vehicle。 然后呢,这个,这个车的名字呢,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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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ush Master,可能叫,可能应该叫这样的名字。 大概是营救车呗,就一个营救车。 比想象中的大多了。 挺,挺,挺大的这个车。 OK,好,那这个呢,战争博物馆呢, 基本上就逛完了啊。 那我一开始啊,还真是以为, 它是分好几个馆。 那其实不是的, 其实从,呃,我们一开始租进去那口呢, 然后呢,就是,它是分三个,三个地方。 就是我刚才看了啊,就是, 今天说的,分别是一站的,二站的, 还有一个叫什么,胜利大厅。 一共是这三个位置。 当然呢,今天的时间是,呃,比较短啊。 然后,好,那走马光发的溜呢, 也就是溜了,才都溜了, 溜了两个多小时啊。 其实呢,呃,真的应该是好好的在里面看看。 因为毕竟,呃,怎么说呢, 还是啊,说大部分呢,都是有中文的解释的。 就应该每一个都应该去巴道的看一看。 但是呢,无奈啊,这里面实在是,呃,实在是太大了。 呃,我一开始以为呢,怎么说呢? 这个,当然也是因为没有特别做的好功课啊。 以为是一个,呃,所谓的叫做军事博馆, 类似于军事博馆那种东西啊。 因为到一块对这个,那个肥大炮比较感情的啊。 那当说呢,里面也是有些东西的。 其实更多的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它的名字啊。 它的名字叫做,呃,战争纪念馆。 对,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 其实里面更多的是,你在里面挂完了以后, 你是真的能够感受到,是实实际际的感受到, 而战争给人带来的那些痛苦的一些东西。 包括说你从,呃,他们的一些枪也好, 还是炮也好, 还一些当时的一些装备也好。 其实,呃,给我感受最大的就是,呃, 最后那墙上一个一个的, 一个一个的人在上面的时候呢, 哎呀,觉得这个,这个,这个, 当说呢,这个,呃,死了一千多人嘛。 这也是,呃,战争,呃,就是因为看的资料嘛。 他一共是死了十万人啊。 虽然说还没话,就本土没怎么打仗, 没事老出去打他去。 就是,还是死了不少人的。 等着呢,总而言之呢,就是,呃, 还是真的会从心里面呢,就是, 从发自内心的觉得,呃,战争的可怕, 以及战争的这种残祸和残忍吧。 但愿呢,这个, 这个世界上呢,永远再不要发生战争这种事儿了。 就是,对,对,就是这个,这个是, 心里面感觉啊,就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不要再发生战争的这种事。 因为这种东西,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嘛。 对,还是老百姓,就不要吃亏嘛。 呃,一个,一个,一个炸,炸弹过来,全都弯了,全都死。 好吧,那,呃,今天呢,主要就是, 六六六这个战争博物馆, 而且,呃,录录也挺多的啊。 相信,我估计,巴拉巴拉呢, 最后剪辑的时候也会,也会很长啊。 所以说呢,今天就不再多说别的东西了。 那本来一开始呢,呃,原计划是打算说, 把两天的东西给放到一天去播啊。 那现在看的是没戏啊。 就光这一个,就能说好了好长时间了。 行吧,然后今儿呢,也跟大家就聊到这吧。 那今天的主要就是看看, 这一个战争的纪念馆, 我觉得还是,呃,挺有意义的。 但具体明天去哪呢? 到时候明天再说吧, 现在也没有想好啊。 好吧,那今天的,呃,坎培拉之行呢, 就,简单的到这儿。 那也是愿世界和平啊。 Peace! sapons。 余麗 loser lift. I can. Gen. storm. 那as Er minister, go 어둠。 抗天令我呼盖的感光。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